大家好,星期日又要OT了,是不是? 这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个CNN的报导,CNN的报导,就说香港有些人做什么呢? Hong Kong is a glorifying a man who liked a cop,就是插了警察, showing the city's problems are far from over,这样,不知道什么事,是英文, 这个是刚才看到CNN的报导,拿来做今天的话题,都不是不对, CNN,即是美国,我们当然,不是我们,共产党就说, 哦,亡我之手不死,在搞我们,那个内容都是英文,免得翻译, 他们说,不单是合理化这个暴力,还appreciate that sacrifice, 就是那些人美化暴力,还是,这个官方说法,还是欣赏这种犧牲, 似乎在骂,这两个人骂港大学生,港大学生说他们是什么,情操高尚, 你的法官曾经赚一些,拿戒刀戒人,拿到戒人的情操高尚, 又不见你吵他,怒吵警察那么紧张做什么, 那学生当然,就是羞耻勇志,他自己都不认衰,是不是? 就是不是很妥,说他是英雄还是烈士, 还是说他是,你不记得是什么了,就是牺牲了,这样, 但是外媒的确是这么说的,他用了一个字眼的, 香港人,commemoration,commemoration, commemoration就是give respect to a great mental event, 就是对伟人的赞颂,香港人竟然是commemorize, 这位梁建辉英雄先生,不要说错话,梁建辉先生, 那我们,我相信都是,我相对我自问, 上个星期讲了一个lecture, 特别介绍什么是独狼行动,和成恩, 怎样防范,有什么特性,我很客观地介绍了, 当然,这些客观介绍本身就不会是赞赏它是一个英雄, 还是不怎样的,因为很难说究竟它是出发点是怎样的, 现在还在查,我很客观地说,但是很多人就已经给了一个英雄, 当然因为它代表了,一定程度上是, 是的,我们对这些泡沫的厌恶香港人, 所以你一下子在警察那里就赞赞它, 很多人是这样的, 就是简单,又不像我们这些读过几天书的人, 那么喜欢讲道理,又研究一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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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最客观,最合理的范围是我们这种态度, 你说香港人不对啊,不理性啊,什么啊, 合理化那些暴力啊,欣赏它的牺牲啊, 你先看下去,哇,心悍啊,不知道你睡不睡得着啊, 好了,那大家各有立场而已,有时真的想想, 你都要想想人家怎么想的,香港政府, 叶柳就觉得对了,叶柳这个礼拜有说过, 都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些深层次矛盾的社会, 所以我非常欣赏叶柳这句, 因为这个又是老共告戒香港的官员, 你对着,你管治,那别人不容易的, 别人管十几亿人,什么人都有, 由知识分子到恐怖分子,到尹敏柴的党员, 到忠诚的党员,都有的啊,是吧, 拿了外籍的,叫忠诚的,贪官也有, 那么共产党管理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在香港,你要顾着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一直提醒你,但是你都做不到啊, 那你了解你忠诚废物了, 但是废物不是一夜可以换到的, 现在香港就是忠诚废物了, 由这个财婆领导处一个四分裂的政策, 这样才说财婆现在躺倒不干, 我今天想说几个东西, 首先要讲到后面这个现象先, 因为上个礼拜都讲了, 而我有点而觉得走势就会是这样, 外国怎么看你, 还有它会不会利用这件事, 当然这件事呢, 你知道啊,今天才说啊, 什么都赖了已经是美国人了, 那你在CNN那里代表美国人的价值, 怎么样都好, 那美国价值都没有证明到这些暴力的, 在他来说, 他们冲有国会山窗, 他们就批评了, 特朗普第一时间出来批评, 他们批评了, 不过现在就很风凉地看着, 啊,为什么香港人赞他们呢? 香港人赞他们, 这代表什么信息呢? 人家很合理的哦, 人家不像你上脑了, 哎,不行, 你一定要谴责, 我为什么要谴责呢? 我就说, 我都不喜欢谴责, 任何的科目, 谴责他们的悼念, 首先我会想, 为什么要悼念呢? 大家, 喂, 我们不喜欢这个政府都好, 那我们是不是喜欢有些这样的, 毒狼行动啊? 那梁先生死了啊, 大哥死了个人, 那你说他英雄, 但是英雄死了, 你做不做啊? 都不是大家想鼓励 其他人去做死了的英雄, 是不是? 那问题, 我们当然都不能够这么简单, 而分说他对啊, 还是不对, 暴徒啊, 还是烈士, 都不对, 我们要吸取教训, 是不是? 就是要理性去思考这件事, 反思这件事, 代表着什么社会形态呢? 这个是最, 但是, 你说, 你怎么办事啊, 你心里可能高兴了, 我心里想了, 你又知道, 你猜一下, 是不是? 那我心里有什么猜? 我讲为准嘛, 我现在, 是? 我解释不解释都好, 你讲我讲学问啊, 用学术来包装我赞赏着, 梁建辉都好, 你屈得屈的, 你这些拿权的国安人员去升, 你有没有我这个学问呢? 我讲了很久啊, 上个星期那个lecture, 三十多分钟, 我随时多讲两个, 你听啊, 你给两千元一堂lecture费, 我就讲你听啊, 我不理你是, 我不理你是独狼, 还是财婆, 还是小超, 是不是? 还是这个小强, 你给我两千元, 我就客观地讲解, 你听什么叫做独狼, 是不是? 这件事是学问, 我们分析的社会都是学问, 新闻报道, 你看CNN, 整段这样的事情, 阴谋你就说, 喂, 那他这样就在那里, 算什么意思啊? 你美国佬, 鼓励吗? 他又没有鼓励的议员, 这段报道, 大家不妨看一下, CNN今天的, 他又没有鼓励的意思, 但是他又没有美化这些人, 但是他就会, 那个角度就是, 那为什么香港人会这样呢? 为什么香港人会, commemorate一个, 一个插了人一刀的独狼呢? 而呢, 他们香港人竟然是不跟政府的说法, 政府是这些, 是不道德的, 是, 是, 恐怖襲擊, 政府是这么说, 但是人民不是这样啊, 现在的人民是, 你看, 很多花都站在那里, 那别人拍了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人家真是聪明了, 新闻报道同一张照片, 其实他讲解了很多事情, 这班警察, 人的镜头震, 旁边的人呢, 冷冷漠漠地走, 那里都有些小孩在那里拍照啊, 在那里, 看手机啊, 看手机啊, 不走出来, 但是这位啊, 阿沈呢, 这个应该是铜锣湾来的, 后面是维园了, 那里就站在那里, 就是要坚持站在那里, 那些警察呢, 就不是很耐得他学, 这张照片是很有, 就是我觉得人家拍照, 真的有个故事在那里给你们, 就是, 反映了很多问题, 但是香港那些, 那些政客啊, 那些, 那些, 警察, 自港的警察, 不懂得想东西的, 讀书少是这样的, 肯定是不想东西, 肯定是怯, 怯, 怯, 那又咬你了, 说你做什么在那里悼念, 那我们, 在我家里看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比较有条件, 不用那些情绪去掉下去, 就是想一下这件事, 那我们客观理性, 我都希望所有, 有potential的独狼呢, 客观理性去想一下, 这些东西你值不值得学, 如果你以为值得, 为什么值得, 为什么, 正反, 都要想想它, 是不是会改变到社会, 我没有答案, 我不是说完一轮, 不要嘛, 这样, 这些留给灯神那些, 说这些话, 我不是说这些话, 我只是说你想吧, 你想吧, 想了之后, 最终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你不对, 我一劝你, 可能不肯听, 老伯, 你懂个人了, 没有啊, 我想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呢, 我上个星期也介绍过, 这些独狼, 他自己的思维里面, 他自己individualize, 他的ideology, 就是他那个意识形态, 他自己一套逻辑去想, 而且他已经建立了这套逻辑的, 我纯粹说, 但是, 你想多一些, 希望你都可以调节你那个逻辑, 是, 如果我, 好客观地说, 恐怖活动在世界上, 有成功的例子, 也有不成功的例子, 是吧? 有成功的例子, 有不成功的例子, 就是恐怖活动达至一个政治目的, 很成功的例子也不多, 是, 欠缺一些东西的, 也有, 北外也欠缺一些东西, 巴勒斯坦也欠缺一些东西, 你不能说他不对, 以色列见到国, 那就很威力了, 但也有很多恐怖分子, 刚刚杀了海地的, 原来是顾用兵, 那怎样呢? 是不是给了一些启示, 海外华人, 海外香港人, 我們够钱请顾用兵, 打回来了? 我就说呢, 就是呢, 这个东西, 除了人家这样演绎你之外, 过了过几星期, 这个悼念活动, 那香港可能会下降, 可能呢, 我, 如果我没猜错, 以这个, 这个插旁不是很想你带着那个, 李家超和这个, 邓炳强这两个警察想起来呢, 就是一样的, 看见不公平就把你, 把你管了, 把你按下去, 那又在做声势, 就是有些人帮托, 包括那些, 李何, 什麽姚, 就是何君堯, 李国璋, 就在那里, 抓这些学生, 告告了, 就是怕这些事不下降, 你知不知道 怕这些事不继续炒业, 反正他也是看电影, 同样是看电影的, 那他想炒业他, 继续炒业他, 所以他就说这些东西, 那你什麽都不计, 两位阿哥, 你就会令到新闻继续煲, 是不是? 你真的告到香港人的那些学生, 先说, 真的告到, 很厉害, 就找李国璋, 张举能, 整个案例, 你看看他们, 坐回两年, 那又如何? 这些人就安全了, 这些人就安全了, 你都忘了, 好了, 其实下一个发展, 如果我没猜错, 都有人预测, 海外怀人什麽态度呢? 未有的, 那你香港在那里, 这些人就不高兴, 做一幅东西, 又管又行, 很多兄弟出了海外, 几十个地方, 在持威, 几十个地方有人, 会不会组织一下, 在那些地方, 在美兴, 香港败事朝外, 弄梁杰辉, 阿辉哥那一幅大头照出来, 然后, 一个月在那里, 摆白花, 你吹构得账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香港人没有, 即是香港人就有脑, 但是那些管理的人就没有脑, 香港范围里面, 禁了他, 刑事化了他, 悼念英雄, 悼念这些恐怖人, 只是刑事罪, 立法啦, 立法啦, 你能不能禁到香港, 已经出去了全世界, 一花开业, 我都说了, 上次说这个, 是不是? 不是, 就是, 全开了出来, 香港人的精神状态已经全开了出来, 那已经是没有阻挡得到了, 那, 好, 这个话题, 当是下了先啦, 这个话题也带了另一个, 大家看到啦, 就是, 上个星期我提过, 即时我不讲太多了, 因为我吵构了, 这个游青月一和, 现在呢, 又没有必要再吵他呢, 就是, 因为有另外一件事, 又是这样发生了, 怎样呢? 就是, 这件事, 没拍到的, 有个网媒拍到的, 是, 有两个媒体报道了, 那这个网媒呢, 的反应是怎样呢? 下架, 那段片, 即时下架, 就是记者上了, 但是跟着我们都看到啦, 就是, 可以说, 快到一个钟头来, 全世界都, 很多人下架了啦, 于是, 那你还下架, 下架干什么吵呢? 除了骚到你, 亡狗, 或者你有东西在身上之外, 就是你那个网媒的负责人, 那个领导人, 我不知道什么事, 我不知道的, 你不要问我, 虽然我有接受他的访问, 我已经说过, 不要再来访问, 说完了, 算了, 我就是这件事要表态, 其他事情, 我又不是跟你真的有亲, 我也都不怕贴到你, 是不是? 法轮功而已, 很怕吗? 周街都是, 我从来不怕贴法轮功的, 没问题, 其他法轮功媒体访问我, 答,没问题, 但是这个媒体不能够再接受他访问, 为什么呢? 你没理由将一条, 这么有生命价值的下架, 还立刻炒了记者, 即时生效, 那记者就在Facebook一说出来, 那我想都影响到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27万人订阅, 那27万人怎么看你这个媒体呢? 就是订阅, 不是只是卡了个i款, 好像有会费, 不知道那些有多少人给了会费, 因为我们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想讲一个法律问题, 其实是顺便讲的, 就是有青年事件, 和这个刺警片被下架事件, 如果你认为那条片有问题, 那你是不是要complain YouTube呢? 那你就要complain YouTube, 叫YouTube下架它, 但是你的网媒本身不可以下架它, 好,就算你下架它, 为什么你立刻炒了记者呢? 就是你有立场, 如果这么说, 因为YouTube可以, 所以,是因为那条片是暴力, 它会禁止它, 那没有问题, Facebook看到又禁止它, 那又没有问题, 因为那个就不是你的媒体自己决定, 那这个人说这件, 近来就很多号称是, 就是支持言论之后的媒体, 就将那些片下架, 就因为, 因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 言论之后的气氛很差, 政府可能不敢告我媒体, 所以我就, 我自己很安全, 我就下架了你们, Patreon过, 交了会费, 给了钱, 那些片, 那这个有个法律, 和个导演问题, 导演问题,我想我讲了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我立场如何, 导演上是, 我要搞清楚, 如果你的片子有法律问题, 你不下架就不对, 你不下架, YouTube都跟你下架, 你的片子已经, 被国安或者政府, 用迫害的方法追究了, 你不下架都不行, 那你下架就OK, 原稅是你自己的, 自律, 下架, 我以后,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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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赔水, 麻烦, 我讲法律观念, 就是Leon的观念, 刘智权的观念, L-I-E-N, 是什么观念呢? 如果我放些东西在这里, 你有没有权拥有的呢? 你是没有, 但是你有hold住他的权, 你是抵我hold住他, 是不是? 这个叫做刘智权, 不是姓刘那个, 留低个刘, 安置个智, 你自己的权利,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些东西, 放在别人里面, 比如有个骨灰, 没有骨灰, 有骨灰, 放在殯儀馆, 他先放在殯儀馆, 有些东西, 然后他就帮你hold住这件事, 你给钱的, 当然, 天长地久, 永远都是这样, 给几万元, 放了个位置, 放了个骨灰, 过了十年八载, 他破产了, 接着就扔掉了你, 你能否顧得他, 当然能顧得他, 我给了十万, 麻烦你给了十万, 是不是应该这样? 我是给了钱Patreon的话, 或者我给了会费的话, 法律上我要求你给我, 是不是应该这样? 因为纯粹这个就不是政治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所谓合约的问题, 合约上你有责任, 跟我好做一件事, 好了,你说不行了,危险了, 危险了, 我已经赚不到你的钱了, 给了钱了,不好意思了, 或者, 我猜都有的, 不知道有没有, 好了,以后再加上了, Patreon人那些, 那么多人叫人Patreon, 麻烦你在Patreon那里, 或者你口讲的好, 怎样都可以, 你给人家Patreon, 就是一般Patreon的人知道, 就是如果有事, 我会下架的, 那你就麻烦自己下架了, 都行, 我觉得这么多合理, 这个合约的条款, 你现在披裁我, 我做得这么厉害, 讲这么多有智慧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犯法的, 我没事, 突然间听着, 港安全调, 喂,不行了, 你动你, 阿伯, 你这么多事干, 我说, 不是了, 我讀法律, 我三个法律, 我以为我没有犯法, 我说你就是了, 你不懂这张举能, 你都懂了, 你都懂这张举能, 马多纳这些契题, 什么都制了, 是了, 好了, 那我又说了, 但是我都坚持一样东西, 你最少给他排断, 我收了人家庭, 就是这样, 合不合理啊, 我说的, 一般法律, 一般不是涉及政治的法律, 是一般法律常识的问题, 就是法律上, 那件事不是你的, 你是帮人拿住的, 放在你那个, 就是你管理的, 因为放就应该放在YouTube的, 大家如果, 就是走佬, 假设柔青月走佬, 你真是想追回Patreon费, 那你就去追YouTube, 可能他都肯给你, 就是给钱, 赔回给你, 因为好像credit card那样, YouTube和我, 和Patreon, PatreonE, 三者是三个人的关系, 是个partner的关系, 我和YouTube是有个partner的关系, 那我不负责, 走出去都好, YouTube追我, 或者怎样都好, 但是你如果追YouTube, YouTube是有责任给你钱, 知道吗? 大约是这样的, 我说法律, 我没有建议你去追, 不要这么厉害人家, 我做人家, 我做人家, 我被人家, 我被人家打破了, 我被人家打破了, 是针对敌权, 我不会针对那些, 害死的小男人, 是吧? 针对你害怕, 看你害我, 你害我了, 好了, 那当然了, 也有些遗憾了, 你想想一个媒体, 到以上你是不是應該隨便將你職員那些資料 理論上那個copyright 一般你看一下你的僱傭合約 通常都是他的 都是他的 但是我們 你知不知道 你是記者 你幫媒體拍片好 寫文章好 你看清楚合約 一定是說那些copyright是他 變成他有權處置 出書好 他扔了他好了 就是他走監 你都是沒權抗議的 對 那個copyright 你就賣了給他 但是記住一個term 根據布魯塞爾公約 布魯塞爾公約有關copyright的公約 copyright的creator 創作人 是有一個叫做moral right 道德權 就是說你要改動我這個moral right 你要告訴我 得到我的同意 比如那條片是我的 你要剪 我不同意你剪的話 你也要得到我的同意 你才可以改動它 你可以不要 又可以不要 等於一個 比如金融 他的小說拍過很多戲 如果你改動他的小說內容 你一定要得到一個同意 終於他賣了那個版權給你 是不是? 以天堂利記賣了給你 賣了給你兆遲 你喜歡怎麼拍都可以 但是你拍出來 基本上要維持它的原樣 如果你說不是 我叫小龍女沒有吃 最後要升天 做了一陣仙龍 改成這樣 不行 我一定不肯 我的形象 你不賣了給我的版權 不是 這個就不用賣 不得賣 因為根據國際公約 這個叫做道德權 即是說它的Integrity 它的Unity 那個Copyright 就是那個版權的一致性 它的完整性 這個永遠是屬於創作的人的 即是記者 所以你不能夠剪那些片 或者怎樣 你收起來都可以 但是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大家還有權 抗議 即是老闆將你的片亂用 賣了給色情網站之內 你有權抗議 這樣就 啊 不是 不止抗議的 你可以查一下Copyright audience 如果有這些問題就問我 我幫你查一下 Copyright audience是有條文保障你這個權利 你可以入稟法院 阻止你老闆改動你的版權創作的 忠然你是賣了給他 或者根據合約你是他的 那個版權是他的 改動那個權就在你自己那裡 所以我也提醒了 你拿了上過我的片那些 你改動呢 你剪接它呢 我覺得你有問題呢 我告你了 但是你當然了 你要下架就隨便 我就說 我能夠做就是以後不要找我 講完 好了 講多個題目了 就是賊婆的躺平主義 因為今早我的視頻呢 就是已經充分 不是 初步反應而已 初步反應 大家看 我現在 你講的賊婆 今早見到她出現 她不會講錯話的 現在 她講每一樣東西都是有意思的 大家要留意 上一次幾時出現呢? 星期二啦 再上一次呢 剛剛去完回來嘛 是吧? 應該是啦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啦 我也不是做新聞界 但是你留意她 已經不多出現 免得說這麼多東西了 現在講每一句話 想過算她度過 那今天她講到一個最重要呢 就是呢 反過來 本來是次要的東西 因為特首最重要是什麼呢? 當然是香港的整體安全好 整體的方向好 她決定的嘛 那現在最大的重中之重 經濟都不亂理了 就是要理什麼呢 就是要理這個國安嘛 是不是?香港的 她說這件事交給李嘉超 以後 她呢 你的青少年問題 理一下這些倒垃圾 那些 指證的問題 是? 是 扶貧 扶貧 但是 今早就忘記了 就是一講不到 周永生嘛 是 就是那個《全民退休保障》那個聯席啊 還有一個哥哥的 跟他做了一個報告的 接著他說不要 不要 不要 我不喜歡 這樣就不要 還罵他人沒有了 大家都記了猶新了 所有左交都記得了 她去扶貧 她有這麼有心 這個婆娘 所以呢 她不是想扶貧 她只是告訴你 哦 你說我不做啊 趁有時間現在做這些事 遲些說我要搞一下房屋的問題 最近搞啊 搞了一搞啊 被田飛龍那些吊賊 她說她沒有解決那個問題 做一下事 那你做這些做什麼 就是想連任了 哦 但是現在為什麼有些威風 拿著個重要身份的國安問題 她交了給李家超 還有鄧炳強 那就是說她呢 主要的事情她不做了 她做的事情 之前 江頭佬 前CS 中白 張建宗 爸爸 所做的事情 中白 走了沒有一個重要助手 我做了 唯有多辛苦呢 其他那些事情 我都是特首 有什麼事我都要簽個名字下去的 不關我的事的了 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有了 你明白嗎 她現在被人制裁的了 現在就表 起碼她做了一件事 嘗試在未來她一年 脫清所有和國安和壞事有關 違反人權 違反人權當然是警察做的了 不是 我特首 我被人拿兩支槍堆著她 現在三支槍堆著她 是不是 在她政府裏面 三支槍堆著她 我當然要聽 被迫的而已 我說了 那就可以退休後回去 退歐洲 美國可能就面前問題了 制裁可以沒得這麼快 停止制裁 無論如何都要十年八載 但是歐洲還沒有制裁她 歐洲議會還沒有 英國還沒有 雖然她是放棄了英姊 但是她兒子是 她老公是 家庭團聚都要吧 不讓她入境 是不是 就不讓她入境 旅遊都是重要的 所以呢 我想臭婆婆的算盤是這樣 現在就是躺平主義的了 如果我沒得做呢 有得做是如何呢 當然有得做另計 當然 這樣就對了 我都認為是對的 五年 我想她是順座了共產黨的 她覺得共產黨 中國真的會崛起了 那五年後 老大聲 強過美國 本來2025年是世界第一的 GDP 超越美國的 預計 剛好五年後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強國 還怕你老美 你制裁我 是不是? 就算真的不去老美的地方 歐洲總有一些國家可以的 就算不去 到時中國都很強大 留在這裏 很威風 值得 所以值得薄 現在不是的 現在可能 你知道現在歐洲加美國加亞洲這個霸權 亞洲、日本、澳洲、韓國、印度一起針對老共 將來印度也不能去 澳洲也不能去 追上來了 所以她懂得計算的 她是婆婆來而已 她是婆婆來而已 這些婆婆一直會計算 我要是做了特首 連任 我繼續威風 拼盡她 隨便兒子逃了出去 我心安理得留在香港 我賣命給你老共又如何 播一播 是不是? 可能幾年內她在香港搞定了 她覺得自己的才能這麼好 搞定了 歷史又不會將她變成一個罪人 是不是? 不像鄧小平那樣 鄧小平搞了六四很嚴重 結果搞定了經濟 現在的名為 牌位在歷史裏面好過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都沒有搞了六四 這個習近平都沒有搞了六四 鄧小平搞了六四 現在歷史名為高過她 最重要是後來你做一些好東西 厲害的事情 賊婆婆說多給我五年 我搞到香港都碰了 那些人權又回復了多少 民主又回復了多少 那些已經不重要了 最重要就是經濟上回 解決了住屋問題 那些年輕人就回來 現實的香港人 賊婆跟我一樣 都是在獅子山下活過來的人 我們明白香港人有很現實的基因 我都保持懷疑的 現在出去了 香港人會不會有一個新的價值 變了不同呢 還是會弄著弄著出去 無奈又回復香港人的那種縮骨 自私 其實你看到有很多人自私 尤其是開麥克風的那些 縮骨 自私 然後可能可能會微共出去 跟著出賣戰友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老共哥 銀彈政策 我都有些擔心 每一天都在看著世界的變化 但是Future is not eye to see 大家明白 我們只是看到目前的 大家都是 現在目前我保持正能量 樂觀 看著它 賊婆婆就看著 未來幾個月 我爭到早 好 跟你賣命 爭不到呢 撇清一切關係 我躺倒就算了 躺倒不關 躺平主義 大家星期日開開心心就算了 世事就是如此 你想想 如果這三支槍和這個賊婆 打起來 香港是幾個過癮的 搞到我們都不太管這些泛民 哭了在這裏 DQ 我們都當他們算了算了 走啦走啦 世界就是這樣 好 香港人都很現實的 多謝各位 下週再...